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普正准备离开华盛顿前往西海岸进行为七四天的抽选活动 登机前特朗普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有记者问及白宫是否还在调查那位匿名者 您还记得那个匿名者吗 特朗普回答道是的在调查 随后特朗普停顿了一下又说道我知道是谁了 记者问是谁啊 特朗普一摊手不能告诉你们 但是我知道是谁了 他接着说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也知道那些泄密者中的一些人是谁 但是一些泄密者是不存在的 是媒体编出来的 你知道他们称九个人说过 或者两个人说过 其实根本没有这些人 但是现在那个匿名者的一切我都知道了 我也了解了不少关于泄密者的事 报道称 2018年9月5号 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白宫高层官员 以匿名方式投稿的评论文章 文章以 我是特朗普政府中的一名反抗者为题 声称白宫高层对特朗普反复无常 不分是非黑白的行为 深感惊讶并暗中反抗 随后 白宫高官纷纷发声否认 美国副总统彭斯甚至表示 愿意用测谎仪来证明清白 2019年11月 这位审命高官又写了一本名为 《一次警告》的书 内容包括一些政府人员 对特朗普提出的更多批评 不过这本书的作者拒绝透露 这些内部人员的身份 《一次警告》就导致了 感谢观看